关于我的坠机死亡,我有一些话要说,因为怕被毛泽东整,1971年9月13日,林立国带着我和叶群,在山海关机场登上了三叉戟飞机,本来是要飞往广州,因为,我曾负责过广州军区,广州方面有很多我在四野的老部下,到了广州,毛泽东不敢轻易动我,但是,飞行员却阳凤因为,驾驶飞机飞向北方,一直飞到了外蒙古的上空,林立国发现后, 就直接跑到驾驶室和飞行员吵了着起来,当时林立国把出手枪,用枪顶住机长潘景音的头,潘景音大喊,是我对不起首长,这时候,我才明白,有人事先安排了向北飞,我想我是中计了,然后,飞机就开始爆炸,再然后,我就失去知觉了,我当时只求自保而已,但是毛主席要我死。